孟老师 孟老师 先生 钱先生请 钱先生 您的银河都放好了 您请进吧 谢谢 请 开船 先生想好了 还是要从这步展棋 是啊 先生好好想想 万一我们输了 可就没有翻盘的机会了 另外 您这一辈子的心血 全部都要搭进去啊 我知道 可是我也是不想这么做 可是现在除此之外 别有选择了 先生 其实有 就看先生舍得舍不得 舍得什么 第一箱 如果把第一箱抛出去 这样 就可以保住咱们的半壁江山 您上海的股票 和不动产 都不会搭进去 先生 力量太悬殊了 谁含了 人哪 往往需要人一口气 只要把第一箱吐出去 我们就可以化险为夷 然后 从尝尽艺 约了 你说的都对 那就抓紧时间 事不宜迟啊 谁在外面晃来晃去的 是我 邱阿根 去去去去 睡你的觉去 钱先生 我知道您心情不好 特意给您带来一瓶陈年花雕 这么晚来找我什么事啊 想跟你聊聊 说 钱先生 您看您一直喜欢喝洋酒 今天我特意让您品尝一下 我们家顾爷 最爱喝的陈年花雕 我问你这么晚到我这儿来想聊聊什么事 钱先生 有些话 不值当讲的不当讲的 你能痛快点吗 是 钱先生 我一直有个担心 一旦夺得第一箱 您 会不会把我们家顾爷给甩了 放肆 什么东西 这问题是你问的吗 那是 那是 合着你们家顾爷 请你来帮衬我 就是为了这个 也不完全是 其实 我比您更了解我们家顾爷 我真正担心的是 一旦夺得第一箱 我们家顾爷 会把您给甩了 看不出来啊 巧克 你就不怕我把这一切都告诉你们家顾爷 您不会 您是个明白人 说吧 跟我说这么多到底是什么目的啊 说吧 想跟您谈比交易 你也配 这笔交易 不仅仅是第一箱 还有我们家那位顾爷 有意思 我感兴趣 那我敬您一杯 我们边喝边聊 您请 你知道我在南洋怎么赚的第一笔钱吗 那时候我十七岁 我们所有的华工在橡胶园里 是辛辛苦苦盖满了三年 该领工钱了 可偏偏在那时候 老板破产了 他为了让自己的家人活命 想赖掉这笔钱 可这也是我们所有花工 整整三年的卖命钱 后来我们双方打成一个协议 在橡胶园里一个空地上 架起一口大锅 里面倒满了油 但油烧的滚开 见证人 就把十枚铜牌扔了里边去 看谁一把能捞起更多的铜牌 那就得听他的 为了活命啊 我们双方是以性命相搏 那个老板 一把抓起了五个铜牌 在场的所有华工都镇住了 他们谁都不愿意抽到这个签 去抓油谷里的铜板 可这个签偏偏偏偏让我给抽到了 华工期待地看着我 我知道 这就是最后的一次机会 我慢慢地走向油锅 咬了咬牙 一狠心一伸胳膊 我捞起了 七个铜牌 原来 我也想过 我 扔一口气罢了 可是性命相搏 不是扔一口气那么简单 我这次要是退让了 我输掉的不仅仅是第一箱 还输掉的是我整个生命的意义 现在 这不由我 就放在我跟顾少唐的面前 我们双方是谁都不会退让的 关键是 谁用这个勇气 该一把伸进去 我跟顾少唐的 既然这样 月乐跟随你 先生 可是现在 咱们俩都困在这个小镇上 派谁去最合适啊 既然这是一招险棋 我们得出奇之胜 我都想到一个最合适 我倒想到一个最合适 也是最不合适 也是最不引起对方注意的人选 谁呀 贤儿 少爷 今天我们三方面 日本方面工本先生 杜先生方面万管家 还有我和顾少唐 三方总算正式会齐了 小镇方面的情况 顾少唐已经把那边的火给烧起来了 断了林同贞的资金和销路 这样一来 林同贞必定要在补市上一搏 信不信 过不了几天 他就会来上海 只要我们按计划行事 三方联手 他的结果一样 必死不厉 我们杜先生对林同贞的死活毫无兴趣 杜先生只关心的是 在捕获了林同贞在头的猎物以后 他能切下多少肉 万老先生 尽管放心 请转告杜先生 按说好的 该分多少个点 一分都不会少 那我就没有问题了 至于第一箱最后的结果 我只关心我们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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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不是已经说过了吗 我们英国人办事 说到做到 该给多少 还是那句话 一分不会少 我也没有问题了 至于第一箱最后的结果 当然是我的东家英国人 和顾少唐共同拥有的 隐先生 我相信跟您的合作 会是非常愉快的 戴旧 隐先生 万管家 失礼失礼 合作愉快 多多保重 好好好 快请回吧 行 这个人跟他的英国东家一样 自我感觉从来都是那么好 是不是啊 龚沫先生 什么意思 我来的时候我们杜先生 要我转达一个意愿 他希望将来能跟你保持更紧密的路 我们不是已经在合作吗 他说的是你们两个人 你们两个人之间 令人非解 龚沫先生 这就不用掩饰了吧 中国一句老话叫实时务者为俊气 眼下的局势 日本皇军已经占领了满洲 进而有兵法关内占领了热河华北 一旦皇军占领了上海 这英国人 钱儿鬼子那条狗 统统都得滚蛋 到那个时候 第一箱还不是绕到您的手里 您刚才答应钱儿鬼子 只不过是现在还需要利用英国人这点力量 共同推导您童阵 所以钱儿鬼子他就是魔高一尺 您才是道高一丈 所以我们杜先生衷心地希望 能跟您以后终日亲善共存共同 都说上海滩杜先生聪明决定 落不其然 回去转告杜先生 以后的好处少不了他 多谢多谢 那您看目前这个计划 这个计划很好 就按打扮 我们要竟力打力 先搬到林同贞 再踢走英国人 好极了 我们杜先生也这么想 请请 公司 爸 爸 你怎么在这儿啊 看你睡得那么香 真不忍心把你叫醒啊 可是 你已经把我给弄醒了 孩子 你该醒了 二位烧馅来说 是上海那边 二鬼子 日本人还有杜先生 三方都已经铺开了 希望顾爷这边 在镇上动作再大点 我心里有数 事情往往太顺了 不是什么好事 顾爷有什么担心的吗 你知道 我为什么派邱阿根 去监视这个姓钱的吗 不知道 修阿根 我派人摸过他的底细 他跟我顾家 有点儿渊源 您是怕他会焚水 不是怕 是十有八九 这么说您是故意安排他 和那个姓钱的搞在一块儿的 还没有 你死了 你过去聪明多了 阿蕾 这世上最缺的是什么 最找不到的东西是什么 中心 来 来 我跟你谈点别的事 你看看这片茉莉花园吧 父亲为她可是想了一辈子 仙儿 那天跟你说的事 你考虑得怎么样 没考虑好 已经没这个时间了 今天你必须做个决断 为什么要这么急 我跟你说实话 顾少堂已经把刀架在我们脖子上 那我该怎么做 我考虑了很久 你得去趟上海 去上海 是啊 你知道父亲六成家业都投在上海的股市里 现在顾少堂和钱买败 联手起来卡住了我的资金和销路 他们是想用钱来置我于死地 我也必须用钱来筑起一道防线 跟他们拼比实力 你悄悄地去上海 然后把我们在股市里的钱全部抽回来 爸 您要抛售我们的股票 不全是这样 你先得大量地吃劲 造成股价抬升的假象 让其他人不断地跟进 一旦股价拉高之后 就马上抛售 赶紧迷路地撤回来 当然 我这么做啊 固然有识道理 但是再伤原伤 不能心思收人啊 你放心 我不会为了谋取暴利 把股价拉得太高 我们现在的价位是二十二块 一旦到了二十五块 就马上抛出 把套现的资金全部打回来 你记住 这可是我们救命的钱 爸 我完全不懂 这么重要的事情 您为什么非要让我去呢 因为我和玉乐 谁都脱不了身 也不能脱身啊 我们得留在镇上 和顾少堂须以应对 他这个人太精明了 我们这一走 他立刻会察觉 他要去再在股市里 和我们斗 这丢掉的 不仅仅是这片茉莉花园 连我们凌家的整个家当 都得崩盘呢 可我真的不是 最合适的人选 是的 要去做这么个事情 你是最不合适 谁都知道 林家少爷不喜欢做生意 更不会做生意 谁都不会注意到 你这个乳秀未干的小子 所以你恰恰是 最合适的人选 晓儿 我想 你不至于眼睁睁地 看着这片茉莉花园 和我们的家产 就毁于一旦吧 好吧 我答应你 知道为什么急着让你来吗 今天晚上在关帝庙的会议 周围几个乡的同志 包括区委的方书记都要参加 现在情况非常的危险 今天晚上开会 你别去了 我去 不行 你的任务就是要隐蔽 这是命令 慕容 我执行命令从来没含糊过 可这次 起码 你应该让我和你在一起吧 阿太 你为什么对我那么好 因为 因为什么 我心里一直觉得 只有像你这样的女人 才有理由更好地活下去 据中央社消息 日军近日囤兵华北 大有南下之势 同时 日军在已侵占的我东北地区 已不断加大对抗力量之轻角 有消息了 有消息了 别让 到你们去说 好 走 走 好 找到共产党活动啊 从活人那儿没查到 但是 从死人那儿我查到了 嗯 死人 就是那个被咱们打死的货狼啊 死 活 活 活 有证据吗 有 团庄 请看 您看 出 关帝庙 一定是共匪 开会的时辰和地点 出 就是今天晚上啊 是啊 货狼既然已死 那帮共匪啊 一定认为消息尚未走路 团庄 咱们今天晚上 就在关帝庙外埋伏 来个翁中作弊 情贼有情王 这样一来啊 正上太平了 省党部那儿 别好教材了 对 而且 那个慕容老师 他的真面目也暴露了 就这么定了 哦 对了 停止对慕容陶的跟踪 免他怀疑 是 今儿晚上跟这个慕容老师 就关帝庙见 你还是要走 是的 我这也是无奈之举 真没想到 你偏偏要在这种时候走 先生现在已经是四面楚歌了吧 是啊 是啊 至少是备事一战了 其实我现在走 其实我现在走 是在帮您 最后一次帮您 帮我 帮我 如果我继续留下来的话 你有没有想过 也许您 也许您 就是当初的顾业 秦若 我欠你那么多 你为什么还要帮我 拜拜 是同情弱者吧 弱者 你倒认为我输定了 反正先生这一关 的确是不好过 秦若 还能挽回吗 先生 我没那么好的命 而且 你也没必要 来勉强你自己 我 我是说 我还是想 真心地劝你一句 回头路不好走 您以为我回到顾业那儿 是走回头路吗 难道不是吗 先生 跟您相处这么久 我看来 您还是不了解我 我走的不是回头路 即使回到顾业那边 我只会把那儿当做一个跳板 通过这个跳板 我会跳到更远的地方去 你要去哪儿 你要去哪儿 我的家 你想过没有 万一跳下的是条绝路呢 这有可能 不过 不过 总比在这儿活活地闷死 要强得多吧 好 好啊 好啊 回来 也好 好啊 我本来想把你 在那儿多放些日子 多放些时候 看来顾业 还是把我当成一枚棋子了 您不是说过 我们俩不再彼此利用了吗 嗯 说过 那你呢 你没利用我 人嘛 互相利用 再说难免吧 是吧阿蕾 啊 上楼吧 你的房间 还留着 文丝未动 嗯 谢谢姑爷 阿蕾 你别对我这样 别对我一副冷脸 进去吧 嗯 走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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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蕾 你先走吧 好 新鲜呢 回来了 是你父亲把我招回来的 那也不足奇怪 你向来就善于扮演各种角色 嘉蕾 不管你以前 对我有任何的成绩 我告诉你 我不会在你这个家 待得太久 我父亲不会给你你要的东西 宣布 这包东西请您帮我保管 你把你喜欢的东西交给我 这是什么密集 这是一个秘密 秘密 我答应父亲 帮他打理生意这不假 但是还有一句话在我的心里 一直没有说出来 什么 我答应父亲帮他打理生意这不假 等方他应付完眼前接掌危机 我就会离开小镇 到时候我到您这来取走这包东西 其实人的一生是很短的 你不应该逃避 这不是逃避 我想了很久 只是一种周全 周全 你说得对 人的这一生很短 所以我更应该去做我喜欢做的事情 但同时我肩上的责任也应该把它扛下来 所以我既有妥协也有坚持 既有放弃也有顾手 既然这样 你就应该去坚持和顾手 还差一个 什么 顾小姐 爱情这个匣子 你既然已经打开了 是关不住的 你已经打开了顾小姐的心 你就应该跟她一起飞 你喜欢带着乐谱和口琴 也应该带上你喜欢的人 你们两个人是不属于这个小镇的 我已经把她带走了 镇长 就在这里面 在这首整理的茉莉花的乐谱里 有我的记忆 也有她的影子 也许把这一切都柔进歌声里 反而能像这茉莉花的歌声一样 更加清香 更加久悦 请您替我保守这个秘密 车到这儿 温哥 陈仙 对不住了 顾也有情 要是我不去呢 别怪我不客气 先生 不好了 少爷让顾家的人给绑了 什么 不对呀 顾少棠办事情 可不会这么吓死我 不对 这不是他的风格 我明白他的主意了 背车 是 什么 林少爷被带我家来了 我刚刚看见他被几个手下 要去见姥爷了 小姐 这回怕是跟林家闹得没法收拾 小姐 你别去 没用的 小姐 小姐 我们在谈正事 先上好好吗 小姐 请 阿辉 放肆了 爸爸 嘉慧很想听听您和这位林少爷 要说些什么 嘉慧 听你爸的话 先回房去吧 虽然我还不知道顾伯伯要跟我说什么 但你爸爸是镇上德高望重的前辈 还应该不会为难我 是吗 顾伯伯 我这贤侄真会讲话 你以为我在担心你 我这个女儿 倒是挺听你的话 您把我叫来就是要跟我说这个 林危贤 十岁离开小镇 在上海洋人学堂里读了十年书 今年夏天毕业于圣约翰大学 会两国养文 马术拳击西洋舞 甚至射击 跟其父林同贞性情完全不一样 不大喜欢做生物 到偏偏爱好音乐 励志收集江南民歌 说得没错吧 一点都没错 顾伯伯为什么要把我查得这么仔细 因为 你喜欢我女儿 怎么 不好回答是吗 你只需说是和不是就行了 我喜欢她 你喜欢她 你要不是林同贞的儿子吗 就你这份简历 还真有可能成为一个美满的婚姻 可我恰恰就是林同贞的儿子 所以 你给我离她远一点 您费尽周折把我请到你们家 这就是您的目的吗 目的之一 还有呢 还有 那就等你父亲来了再说了 您还想用这种极不礼望的方式 把我的父亲也请到你们家来 不用 我把你请来 你信吗 你父亲 会不请自当 李克 李克 林同贞你来了 顾伟 人到了 请 爸 丢 林先生大驾光临有事远营 我这推脚不方便就不站起来 顾爷想找我又怕丢了面子 所以就借我儿子逼我上门 我领情了 这才叫父子情深了 先把我儿子放了 你放心 我不会亏待我这位先知的 不过记着别危险 离我女儿远点 这话我不说第三遍 你操心的态度了 大驭 坐 坐 林先生 我老公 顾爷想跟我说什么就直言 你应该知道啊 还不就是那点事了 第一箱 我想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把第一箱给我让出来 你不是已经联络那个钱买办 又是招兵又是买马 现在风云刚起战事未开 你就想得胜收兵 太便宜了吧 我什么时候招兵买马了 我不过是怕把事情闹大 伤了和气 给日后添太多的麻烦 别忘了我可是你的对手啊 有时候这个对手啊 比朋友还要珍惜 看来顾业是志在必夺了 对 输天输地 不能输这口气对吧 阿雷 这第一箱我要定了 那好啊 我只能以死相拼了 行 走 出了这个门就别怪我姓顾的 做事太绝情 走 顾少堂说的都是真的 爸 你真的看上顾家那个丫头了 好啊 我总算和顾少堂有一致的地方了 那么事下 忽儿 帮街头 等你 初衫 你 你 你 哪 你说 akkor 你 这下两边是彻底摊牌了 那倒是方便你了 水月魂 你就越是方便两边游来游去呀 那你呢 你还是可怜可怜你自己吧 现在 你再也不能惦记林少爷了 难得 你居然关心起我了 我不是关心你 因为我自己也是女人 什么有情人终成眷属 我根本不相信 因为那只是戏文罢了 你在嫉妒我 没错 我是在嫉妒你 我嫉妒你单纯幼稚 嫉妒你怎么会有那么好的命 嫉妒你 为什么摊上了林维贤这样的人 你应该嫉妒你自己 这些你都曾经有过 可是现在没有了 不过我要提醒你 有这样的好命 不一定是件好事啊 谢谢 你嫉妒的还在后面呢 你的麻烦还在后面呢 顾大小姐 自个儿在这儿好好地想想吧 不然我还在给你带一瓶子 谢谢大家